我覺得東西雜誌跟時尚的雜誌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很多人問我說 東西雜誌到底是什麼雜誌 是一本流行雜誌嗎 我說不是 其實我一直沒有定位我是一個服裝雜誌 或者流行雜誌 一個風扇雜誌 我覺得我是一個文化雜誌 我是一個pop culture 的東西 可是我只是用服裝 用一些好的漂亮的 images 來包裝這個文化雜誌 當 model 的那段時期 因為我從16歲到20歲到model的時候 那段時期其實我學蠻多的 然後旁邊又圍繞著一些很有品味 很有才華的人 做藝人不是我最喜歡 那時候也是最不開心的時候 一張俊俏的臉龐 一身標準的衣架子 曾經時深展台上的model 更是在1991年推出個人專輯 他就是Kevin Lee 李冠毅 走過了演藝舞台 三年前的他重新展望未來 憑藉著炙熱的動力 創辦了東西雜誌 成為越上國際流行媒體的亞洲先驅 亞洲是需要有一些聲音存在 關於時尚方面的 因為我們的消費能力 其實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東西雜誌它是一個很 很中國的 West East 西方的媒體一直主導時尚 那我希望加一些亞洲的聲音就是 East E 所以有W 有東方的 有西方加起來就是我們 注意看上面還有兩個圈圈 其實是一個是西方人的句點 一個是東方的句點 可是一個是實的意思 一個是虛的 所以也是陰陽的感覺 創刊及邀請了 劉政日英德三國血統的當紅名模 Bivon Aoki拍攝封面 是東西融合有血有肉的最好證明 英國歌手凱莉米洛身著特製束複馬甲 絕著烈焰紅唇 極致挑逗性感之能事 拍攝封面為一周年的特別主題 東西與性揭開序幕 永遠是造型創造話題的歌手冰淇布 以一席華麗和服 首稱日本傘 腳蹬超高目擊 腰掛Hello Kitty 加上戲虐的肢體 徹頭徹尾的顛覆和風形象 照搖程度就連電子品牌都看上其創意 而大方抄襲 讓東西的豐工偉業再添經典話題 其實讓我最深刻的是 跟中田英壽的合作 還有凱莉米洛的合作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我們的偶像 明星球員中田英壽 則在世界盃足球賽進軍義大利期間 榮登封面人物 東七雙方的魅力舉國發燒 中田壽是我的朋友 所以就是合作起來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愉快 其實當初東七雜誌還不是那麼出名的時候 他能出來幫忙我們 讓我們打入日本的市場 這個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我覺得不是我在報導他 而是我很感激他 我到現在還是很感激他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進入到日本 後來我們又拿到印記簿 最辛苦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你要說服人家 你要做一個亞洲的國際雜誌 其實這是最辛苦 因為沒有人相信 突然沒有人投資了 然後公司的人都走了 所以變成我一個人住在 我記得那時候才剛到香港 然後我連房子都還沒找到 就直接住在那種飯店裡面 就把第一本就做完這樣 憑藉著對於推動東西文化的熱誠 李冠義陸續創造驚人的話題 與奇蹟 在好友眼中 有人說他是好奇寶寶 也有人說他是外星人 您覺得呢 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朋友 在香港 然後陳問熙跟他姐姐 他們都國外回來的 所以我們都聊得很開心 然後他就像一個弟弟一樣 他開始的時候沒有錢 所以做不到 不過每一天都跟我說 每一天都說 West East 好像說已經快到達那個地步 可是突然就沒有錢了 然後我還記得 第一台電腦是陳問熙送給我的 因為我認識他本身那個人 我覺得他很調皮吧 很調皮 不過他沒有放棄 一直在 一直在 Never give up 然後他 很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大家這個幫那個幫 每個人幫小忙 就把我這個夢想做出來了 我覺得很很很一個 Multicultural的雜誌吧 李冠義成功出版東西雜誌 把異國文化同時放入時尚平台 引發國際媒體注目並討論 這令他驕傲可不是單單只是這樣而已 成功的讓西方時尚注意到東方文化 才是他最大的喜悅與驕傲 因為我在上海發現一個藝術家 是將陶瓷做得很性感很摩登 而且這個人是在景德鎮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很特別 就把他拍成好像服裝照這樣 Fashion Shoot這樣 後來有一天那個Long Van的 Designer Abra Bas他來那個上海 然後我們就跟他一起吃晚飯 我就把這個給他看 我說哇你看這個 哇然後他看得馬上驚為天人 然後他就隔天就去找這個藝術家 在景德鎮 然後就把他們第一個廣告 他進了Long Van以後的第一個 全球的campaign 就找這個藝術家 用Long Van的衣服 然後那個中國的陶瓷 這個藝術家的特色 然後把它燒成一個 屬於Long Van的這個樣的陶瓷 在景德鎮燒 然後變成一個全球的campaign 所以這個是很驕傲 除了可以就是雜誌可以做出來以外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一個最大的夢想 可以把亞洲一些有才華的人 推到國際上去 那我希望這個風切可以一直 帶動讓更多亞洲有才華的人 能好像有一個新的舞台 來表現他們的一些天分 東西雜誌承襲了東西文化 驅動時尚滾輪向前邁進 好比萬物資長 始於太極陰陽魚 我蠻喜歡老子的道的東西 所以其實裡面是很多道的哲學在裡面 就像我們的名字 West East 其實正確的文法 很多外國人都是講 East West 可是你注意看我們的 logo 它是 West East 所以是 W E W E加起來的英文就是我們 轉成中文就是東西 很多人都說哇你們好厲害喔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雜誌真的是 就像我們的 concept分享東西 其實很多人跟我們一起分享 然後把這個夢做出來的 道家老子曾說過 萬物背負於鷹而抱羊 充氣已為和 在鷹與羊的二氣柔和之下成為和氣 大致世界和平 小致家庭和諧 就如同東西文化交流融合催化之下 大致創造國際時尚昌盛 小致創造個人風采 我覺得做得蠻成功吧 有人試過做那種的雜誌 不過失敗 不過Kevin可以成功 我覺得他很屌 因為我想推動的是一個文化藝術 跟這個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過很多跟這樣有關的雜誌 可是因為缺少了一些時尚的包裝 你那個吸引力就弱了 那時尚這個因素 只是我雜誌一個因素 其實我只要吸引人 來了解這個世界上很多很多的 pop culture 或者是老的文化 或者新的文化 或者現在當下的文化 李冠義傳遞的不只是時尚影像 自立行劇間的精神文化 更讓人有無限想像空間 藉由他豐富的旅行 讓我們期待多西雜誌 下次的精彩呈現吧 剛才提到的很久